1500戶 我要補充一下 他在規劃社福機構的時候 有老人住宅 生戰的照護 養護的照護 有6700戶 6700戶 這是他規劃的社福的戶數 有6700戶 另外要加蓋 就是他硬要把人安服藥的篩到這邊來 1500戶 他原先的6700戶 都是要照顧一些弱勢的老人 身杖 長照 所以他真的是掛羊頭賣狗肉 那這些人 他要照顧這個弱勢是6700戶 硬篩一個 先兵奪主 又多了1500戶 那這6700戶 將來他的生活空間就被剝奪了 他要照 年輕人照不去 他照不去 我說這個要更正的就是說 因為我是在地的理想要補充一下 那各位媒體你也可以多到這邊去 去逛一逛 你看社會局要弄一個場地 弄那麼久還弄不好 社會局也有人在這邊來 弄個場地還弄不好 那個範圍了那麼多年 他就是搞一個表面數字 那我現在也請我們那個蔡先生 感谢观看